- 泡泡高升 - 見到開開心心 - 知道為什麼最重要 - 但是泡泡高升就好 - 到生意好、泡價好 - 什麼都好的時候 - 香港經濟好就大家都開心 - 希望新一年什麼都好 - 我們的首席商譜分析員 - 哈囉 大家好 - 哈囉 你好 你好 - 也是我們公司的Managing Director - 董事總經理 - 公司已經打了色格了 - 今天我們來到哪裡 - 可以介紹一下嗎 - 我們來到今天這裡 - 就是一個沙基灣島 - 180號 - 這個基座 - 即是新建的大廈基座 - 兩個鋪連樓上一樓 - 都是我們物業 - 其實這個位置在哪裡呢 - 就靠近這個西灣可站 - 其實這個位置 - 真是看一下 - 其實這個位置上 - 為什麼有什麼有利的地方 - 我們會選擇這個位置投資這裡呢 - 首先第一就是沙基灣 - 本身就是港島東區 - 一個很主要的住宅區 - 在西灣可站加上 - 沙基灣居住人口 - 已經超過10萬人 - 而這10萬人 - 基本上日常的生活 - 消費 - 都是沿著這條的沙基灣道 - 所以其實來說 - 這裡很集中人流消費 - 另外 - 如果看回前一點 - 我們看到遠處有一條橋 - 橋下面的位置 - 其實就是這個西灣可站 - 或者我們可以走一走過去 - 很近而已 - 大約200米左右 - 走三分鐘便到 - 做任何事情都持續性 - 時升時跌的時候 - 我們都繼續買舖 - 繼續沽舖 - 繼續標租 - 所以我們在今天的目的 - 就是沙基灣道180號的時候 - 如果你想買舖 - 我們樓上一樓 - 有炸雞店賣出來 - 叫價4千萬 - 是的 - 地下1號舖的時候 - 先轉過來 - 那邊 - 那就是大師兄 - 大師兄 - 我們現在正在放售 - 就是這個4千萬 - 賣些鮮菜鮮肉 - 另外這間2號舖 - 我們都放租 - 是的 - 我們在交租10萬元 - 有些朋友想投資一下廣東區舖 - 或者想找個位廣東區做生意 - 不妨考慮一下這個 - 是的 - 上面已經整棟大廈 - 本來這棟大廈是新建樂成 - 是的 - 本來是2020年入伙的這個大廈 - 有一個中小發展商 - 之後就賣了一個基礎地下給我們 - 一二號舖連同一樓的舖位 - 我們可以走一走 - 我們可以走一走 - 其實現在這個位置 - 這裡是黏著西灣河 - 比沙基華 - 是的 - 其實這個位置上是在近西灣河站 - 港鐵站出口多些 - 所以這裡走過 - 反過來說 - 由西灣河站走到這個位置 - 其實很近 - 大概200米路程 - 正常人走在速度上 - 兩至三分鐘都會來到我們舖門口 - 其實這裡都很特別是甚麼 - 因為附近都有一些出名的地方 - 例如西灣河站隔離的有太安樓 - 港多東區的 - 找小食集中的地方 - 全港島我想12點後 - 最王是那裡 - 賣些小食 - 賣些雞蛋仔 - 一些串燒 - 什麼都可以吃 - 一些小食 - 那類 - 另外 - 其實西灣河站在B出口 - 正對面 - 過對面馬路 - 就是這個城安街的街市 - 城安街街市是甚麼 - 就是西灣河最大型的露天街市 - 你要買乳肉菜 - 買家庭用品 - 柴米油鹽醬 - 基本上在裏面都找得到 - 所以為何會這麼聚人 - 亦為何會這麼旺消費 - 因為本身你吃也好 - 日常生活也好 - 你都在這條街上找到 - 現在我們一直走 - 其實大家留意到 - 我們這裏雙數號這一邊 - 幾乎是沒有吉舖的 - 為什麼沒有吉舖 - 因為其實 - 亦都反過來說 - 因為生意做得OK - 有人流有消費 - 所以才能夠做得到沒有吉舖的 - 而本身來說 - 我們基礎對面 - 譬如說這裏附近 - 如果說在我們基礎 - 第一都是一間新樓 - 我們2020年落成入貨 - 其實我們基礎對面都有的 - 現在拍回對面 - 那個高一點的 - 一個叫做I Unique - 另一個就是Island Residence - 其實這兩個都是新樓 - 分別在2013年和2017年的時間 - 落成入貨 - 以前是大約十個街號 - 以前是五六層高的舊樓 - 現在重建之後 - 變成了兩座新的大廈 - 大約有170個單位 - 很明顯 - 在這裏住的人 - 無論是租也好 - 去買也好 - 都會年輕一點 - 日常消費也好 - 都會高一點 - 舊區重建這裏 - 都令到西灣河 - 收基灣站這一邊的舊區 - 有一個新的消費的人群在裏 - 帶入一些新的力量 - 對面就是西灣河地理站的出口 - 隔壁民喻中心 - 隔壁有一大座的就是太安樓 - 非常之出名的地方 - 賺食的地方 - 條橋那裏 - 角對面馬路就是成安街街市 - 其實這一段基本上你看到 - 由頭到尾可以走到現在這個位置 - 基本上沒有吉舖 - 證明了它是非常旺 - 這裡人流無論是消費人流都是的 - 這裡明顯地你看到 - 整條可以說港島的大動脈 - 有幾條 - 這裡就是英王道在北角那邊 - 走過來就沙基灣那邊 - 這邊比較陰陽街 - 我們站在這邊叫陽街 - 人流很明顯是多一點 - 雙數號之前一直都是 - 人流都是多一點的 - 都是陽街那邊的 - 單數號是靜一點的 - 單數號就會靜一點 - 但當然了 - 現在仍然價錢可以解決上的問題 - 但好在我們現在這間店 - 都屬於雙數號 - 比較黃的這一件來的 - 其實單數號以前是再靜一點的 - 但現在因為有些新的重建 - 其實單數號都多一點點人流 - 都是雙數號這邊比較黃 - 因為基本上真的沒有店舖 - 另外前景 - 我們柬埔五大準則 - 第一個位置 - 第二個前景 - 前景其實是什麼呢 - 因為這裡是純住宅區 - 基本上你見到全部住宅大廈 - 很少會見到有些很大型的發展 - 即是你不會見到一個百幾萬平方尺的地盤 - 但一些舊樓的重建 - 都會有的 - 例如剛才我們都提過 - 我們對面的IUNIQ - 或者Island Residence - 都是一三年到一七年就落成入伙 - 另外我們收基灣180號的住宅 - 就是這個2020年入伙 - 所以其實見到未必是一些很大型的項目 - 但你見到樓上那些都是唐樓 - 五六層高那些 - 都可以重建 - 其實只有重建的機會 - 基本上尤其去到上年年底的時間 - 十二月份 - 政府就說到想降低強拍的門檻 - 即是說以前收購舊樓 - 可能一個六十年樓零五十年樓零的 - 你要收購八成甚至九成業權 - 你才能夠強拍 - 但降低之後可能去到六七成就已經可以強拍了 - 相對地強拍機會大了 - 相對地強拍機會大了 - 被收購重建的機會都會大了 - 整體呢 - 當我強拍的門檻降低了 - 整個市區發展是會快了 - 但你打算叫天價落釘 - 叫發展商收購呢 - 這支歌仔就長型了 - 是呀 - 這個真的要提提大家 - 因為以前真的要收購八九成的時間 - 當然你拿著一成多 - 可能只是六層裡面拿著一層 - 你都已經可以跟發展商去到港價 - 所以你可以有機會說 - 我買個地鋪 - 然後就私紙開大口 - 拼跟發展商商談 - 做釘子壺 - 但現在來講 - 如果真的通過了之後 - 去回六成半七成 - 那發展商可能只需要收購其中三分之二 - 那就已經可以做強拍 - 如果你只是拿著一層或者兩層的話 - 可能都不能夠做釘子壺 - 那就變了真的很懂計算 - 如果買一間店鋪駁重建 - 記得真的計算清楚數 - 因為如果不計算清楚 - 不知道怎樣去計算將來的價值 - 又不知道怎樣去計算重建價值 - 又不知道怎樣去計算重建價值 - 現用價值等等的話 - 隨時駁收購就變成駁了大蝕本回來 - 我想我們最近都有一個經驗 - 如果買一間店鋪我們也會博收購 - 但有時如果強行天價的時候 - 要去追我們都要非常小心 - 最近我們有個兼善理事件局收購的時候 - 總之計算一輪都要有賺 - 所以大家要計算一計算 - 而且我們一直都經常說 - 我們買店重建重建 - 有重建有收購 - 對投資商店鋪來說一定是一件好事 - 很簡單 - 譬如說住宅這樣 - 可能幾個號碼 - 加上一個唐樓五六個住宅 - 以前可能十個號碼也好 - 說五六十個單位 - 但你見到這些新的重建 - 浪木起好之後 - 可能加起來有百幾兩百個單位 - 比以前一定是容納更多的住宅人 - 而且無論是買的人也好 - 或者租住的人也好 - 他們的購買力、消費力那些都比較強些 - 而且都一定會比較年輕些 - 願意花錢 - 那對店鋪來說絕對是正面的 - 所以說說附近有甚麼前景 - 其實舊樓多已經可能是一個前景 - 因為收購重建機會大 - 是 - 所以我們這次慢慢走回來這裏 - 鑿基灣到180個這裏的時候 - 我們現在本身拿著一號舖 - 租了給大師兄一個菜檔肉檔 - 我們去看看 - 二號舖我們正在招租 - 歡迎來到我們的服務式商務大師 - 一號舖的時候就一個很韓式的炸雞店 - 變成都非常之人氣 - 入口位的時候就在這裏 - 李家炸雞 - 搭上升降機的時候就說是一樓的位置 - 對了 - 我們講完位置 - 講完前景 - 都可以講一些我們舖的東西 - 其實看舖 - 我們講到很重要的是門面 - 其實這個地舖 - 一號舖和二號舖的門面都挺闊的 - 一號舖大概17呎六 - 二號舖若膜都有16呎 - 所以其實舖的門面非常之闊 - 如果說我是一個商務做生意 - 你要有個裝修得英俊的門面 - 做個英俊招牌 - 這個絕對夠位置 - 而另外三號舖 - 雖然三號舖沒有一個大的闊面 - 但是它有一個Lobby - 有一個升降機 - 它是專用的 - 這個升降機的Lobby - 基本上當然招牌未必這麼大塊 - 但是你見到做得英俊 - 光鮮奪目一點 - 其實一樣是吸引到眼球的 - 所以其實這三間舖 - 都有它的角色的特色 - 另外呢 - 李時炸雞的時候 - 看看這裡 - Lee's Kitchen - 那個李家炸雞 - 做到晚上12點鐘 - 晚上開到很晚 - 即是代表晚上 - 人們在炸雞 - 啤酒 - 枕著枕著下來 - 本土要來去宵夜 - 晚上吃宵夜 - 我想應該是挺好的選擇 - 因為李家炸雞 - 早兩三年都是一個米芝蓮推介的食店 - 在不同的地方 - 在旺角、尖沙咀那些都有分店 - 另外我們講了門面 - 接著講一個舖型 - 舖型其實就1、2號舖差不多 -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2號舖 - 都是一個長型的舖 - 大概16至17呎面 - 深就大概是59呎 - 後面還有一個小小的工用空間 - 一位洗手間 - 這是一個圖織 - 這個就是1號舖 - 左手邊 - 右手邊就是2號舖 - 藍色的時候 - 是一樓的入口位 - 上去上面 - 專屬的電梯 - 那就不用跟別人分享 - 參考一下2號舖 - 可以入面拍一下 - 其實1、2號舖 - 都是長型舖 - 其實實用 - 1號舖大一點 - 1千呎多一點 - 2號舖 - 若莫1千呎多一點 - 我們講的是實用 - 其實舖裏見到 - 沒樓 - 即是沒有儲 - 不會有一大支儲凍 - 中間 - 其實都幾好用 - 幾好做的 - 要出牌 - 要做飲食 - 兩間舖後面都有後門 - 所以出牌做飲食都可以 - 而另外如果做零售的話 - 其實看看樓頂 - 樓頂最高有4.9米 - 即是接近16呎 - 如果做零售的話 - 我相信第一 - 本身1千呎的空間夠擺貨 - 第二就是 - 如果你真的說 - 上儲物那些 - 你的空間 - 貨價擺高一點 - 都沒有問題 - 亦都不會覺得局促 - 因為樓地非常之高 - 另外 - 三號舖方面 - 三號舖就有少少 - 是粒字形 - 一個中文字 - 粒字那個 - 粒字形 - 粒字形的面 - 特別少少 - 但都幾好使用 - 是甚麼呢 - 就是適合做飲食 - 因為它有一邊 - 可以是主力做廚房 - 另一邊 - 主力做廚房 - 被人坐的 - 另外最有特色是甚麼呢 - 其實就是 - 三號舖 - 它是有一個的露台 - 露台是一個戶外空間 - 整個350呎的實用 - 我們之前都上去看過 - 可以放到 - 六、七張桌 - 四人桌 - 稍微 zoom in 一點 - 給你看一下 - 這是樓上 - 三號舖 - 陶寂 - 前面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- 上面的空間 - 非常之闊 - 當然這間舖的面積 - 更加大 - 露台方面其實都幾chill - 如果只是在外面吃一下東西 - 喝一下東西 - 為什麼你現在炸雞在那裡 - 開開到12點都ok - 因為可能有些比較年輕少少的 - 沒那麼早份找宵夜的時間 - 走上去光顧 - 在一個露台喝啤酒 - 呼吸新鮮空氣 - 吃幾件炸雞 - 挺chill - 我覺得會是 - 所以幾個特色 - 而本身來說 - 三號舖 - 在室內的空間都頗大的 - 實用面積有1900呎 - 所以其實做飲食 - 做一些私房菜 - 或是補升降機 - 或是做中菜館 - 其實這些都適合的 - 做食是一個很不錯的空間 - 而另外本身在KPA方面 - 即是說到樓面的載荷 - 即是負擔幾重的東西 - 是有5個KPA的 - 其實這一方面來說 - 基本上大部份做飲食也好 - 做幼稚園老人園這些都適合的 - 但當然你問我的話 - 這個舖型應該做飲食就最適合了 - 另外配套方面 - 配套方面 - 其實一二三號舖 - 都有三上電 - 來去水 - 洗手間 - 全部是舖內的 - 而電力方面 - 一二號舖就是三上一百A - 三號舖就是三上一百六十A - 大廈本身是有煤氣 - 即是一二號舖如果有需要的話 - 你都可以駁回煤氣去使用 - 其實在後巷那裏 - 即是我們後門出回去 - 就可以拉回煤氣下進來 - 另外三號舖方面 - 其實就是本身的租客已經在用煤氣 - 所以它做炸雞一百六十A電 - 都足夠使用 - 即是風火水電煤都齊了 - 其實這些就是有些部分新樓齊了配套 - 新樓的舖的好處 - 剛才說到這裡 - 我們走回到街上 - 好 - 為甚麼呢 - 都拍一下稍為大師兄 - 看看現在 - 大師兄他本身來 - 現在就是一個菜檔 - 肉檔 - 裡面都一邊人流 - 一邊由早到晚都很多人在購物 - 因為一個好處的時候 - 不用去街市跟別人鬥便宜 - 這些人經過走腳的時候 - 一邊不停買 - 所以變成大師兄的時候 - 這裡的生意都不錯 - 反而呢 - 我們不如待會過盞燈 - 我們過到對面 - 過到對面看過來 - 就會更加靜充的大廈 - 放遠一點看一看 - 好 現在其實我們就 - 一二號 - 一三號舖 - 一號舖 - 一樓的三號舖 - 我們都放售著 - 每一間 - 即是一號舖大師兄 - 三號舖的里家炸雞 - 我們都是各叫價四千萬 - 但是有價值 - 都給大家一點參考 - 如果前一點 - 我們180號 - 前一點有150號 - 有一間藥房 - 說實用建築面積 - 一千尺多一點 - 大概一千一百尺 - 實用面積約九百尺 - 九百尺 - 比起我們一千尺 - 即是小百多尺 - 比我們小十個%左右 - 在去年的年頭 - 就是二三年一月的時間 - 就成交了三千五百萬 - 三千五百萬 - 而我們這兩間舖 - 一號舖就是一千尺多一點 - 二號舖就差不多一千尺左右 - 所以其實大家都有數計的了 - 那間三千八萬 - 我們這個只欠個老口位 - 但是我們那間大間一點 - 所以價錢方面 - 大概都計到數 - 大家我想到 - 另外這個始終是新樓 - 新樓的話 - 製成上配套 - 來去水 - 流水 - 結構 - 都會好一點 - 什麼都齊了 - 漂亮的光鮮一點 - 對面就是李家炸雞 - 拍上去 - 就見到玻璃圍欄 - 那裏就是露台的位置 - 所以我們上去吃過夜 - 都真的蠻輕鬆的 - 喝啤酒吃 - 炸雞也蠻爽的 - 另外三號舖 - 三號舖 - 其實我們的叫價是四千萬 - 實用面積 - 有蓋的部分是一千九百尺 - 露台的空間大概是350尺 - 實用來的 - 其實看回樓上 - 即2020年開售的時間 - 平均尺價大概是24000到26000元 - 最近一個成交就是21年的3月份 - 就19400元就下跌了 - 現在比21年再下跌了 - 下跌了15% - 就是16500元上下 - 這個所謂要是市價 - 但坦白說一句 - 你上地產agent找一下 - 你找不到16500元一尺的盤 - 真的16500元的話 - 我都有興趣買 - 現在你看到網站上的agent的叫價 - 最便宜的大概23000元一尺 - 我想你成交得來 - 都可能要去1920000元一尺 - 這些空間才會做到 - 如果你計算一下 - 我們這間店舖說1900尺實用 - 再加上路台350尺 - 現在我們叫價多4000萬 - 絕對計算到數 - 還有有價港的 - 對了 - 大家都知道市房 - 麻麻地 - 現在有價港的 - 另外你現在 - 現在我們的租客 - 做一個全筆包租 - 十三萬五千 - 即是剩下13萬五千元租 - 即是剩下13萬五千元租 - 就算4000萬也好 - 真是成交了都超過4厘了 - 其實 - 而地舖方面來說 - 現在另外2號舖 - 我們都放租 - 所謂放租當中 - 放租當中 - 其實這一段 - 我們講雙數號這一段 - 就算疫情期間也好 - 一千尺左右的舖 - 平均是租大概 - 建設一千尺 - 大概租九萬元上下 - 或者九萬多元 - 之前剛才說過那間的藥房 - 150號那間 - 就是九萬六 - 還是九萬八千元上下 - 現在我們這間大師兄 - 一千尺實用 - 多一點 - 我們的租都落貼地一點 - 九萬出頭九萬一元 - 其實如果2號舖方面 - 大概這個市價水平的租 - 我們都會簽的 - 所以如果有些 - 代表朋友 - 可能認識一些的商戶 - 有興趣廣島東那裏做生意 - 展開開業 - 或者搬過來的話 -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個位置 - 價錢絕對合理 - 最近應該前面有單舖成交了 - 是啊 163那裏 - Island Residence那裏 - 這一段就比較靜一點 - 單數其實已經從街上 - 感覺到人流是差很遠 - 比起對面 - 條街那裏看 - 那裏成交了 - 見尺是說80元一尺 - 嗯 - 即是10尺約摩 - 就90兆元一尺 - 橫欄點在這裏走過去好嗎 - 好啊 走過去看看 - 走過去看看 - 因為很明顯地兩邊 - 對面 - 雙數號的時候 - 就人流是多很多的了 - 另外現在你看到的時候 - 不斷地大師兄 - 先活市場裏面 - 人們一直在賣東西 - 由早到晚都已經很多人了 - 已經是 - 但這一邊的時候 - 都是收機溫度 - 不過相對地的時候 - 單數這邊會剩下一點 - 前面最近有一個大生超市 - 就是這個 - 租了十幾萬 - 三萬 - 應該是租了十八萬多 - 我沒有記錯了 - 但他大概是 - 二千出頭見尺 - 租了十... - 好像二十萬不夠 - 但我印象中的尺價是八十元一尺 - 是的 - 可以找一找看看 - 這裡見到有幾間店舖 - 其實都是說 - 人流相對地比較靜一點 - 超市是十八萬租了 - 是的 - 我看看網上的資料的時候 - 又說的是 - 十八萬租租了 - 應該是上年年底前 - 第三季左右 - 當時收到市場消息 - 就是租租了的 - 但都明顯見到 - 如果人流跟對面相比的話 - 應該是差好幾倍的 - 但這裡就是 - 因為多了兩個新樓 - 都已經叫旺返一些 - 如果以前沒有新樓 - 還是地盤的時候 - 還剩下 - 整個那單數號的那些 - 基本上刺了一大半 - 是的 - 雲點在這裡看一看 - 這個就是 - 大新這個位置的時候 - 作為一個成交比較 - 這裡應該是租了十八萬 - 這裡就是二千二百三十八尺 - 你取除的時候 - 是八十元一尺左右 - 是的 差不多 - 但這個位置的時候 - 確實有 - 就是 - 所以其實看回 - 有時陰陽街就是這樣 - 一邊就保持人來人往 - 第一度陰街 - 某些時間可能旺些 - 但普遍的時間都是比較靜些 - 這些比較靜些 - 大家買店看店都要選清楚 - 是的 - 知道呢 - 但是 - 拍一步怎麼辦 - 應該我們 - 大家如果真的有些agent朋友 - 或者有些有興趣投資商店 - 物業 - 或者想租店的人 - 在港獨東這邊 - 不妨可以聯絡下各位agent的朋友 - 跟我們問價 - 談價 - 我們雖然叫價是4000萬 - 4000萬 - 但是有價是說的 - 我們 - 還有怎樣要光顧我們公司買店 - 我們都在說店真價實 - 剛才大家都看到我們的內容 - 很多內容 - 例如赤是多少 - 有沒有來去水 - 配套 - 洗手間 - 這些東西門面幾闊 - 這些我們list都很清楚 - 尤其現在我們那個是新樓物業 - 更加少一些所謂的潛建 - 或者是違規的東西 - 大家買得安心 - 而且我們的價是明碼實價 - 我們的租是多少 - 租客是哪一個 - 有沒有個人擔保 - 還是公司擔保 - 還是銀行擔保 - 等等 - 當我們做交易的時間 - list 非常之清楚 - 大家都可以很安心去買我們的店 - 而且現實 - 過往這幾年 - 我們基金成立以來的時候 - 我們買入也好 - 賣出也好 - 我們都叫做蜜食當山班 - 一邊走 - 所以我們公司都是熟能生巧 - 都可以跟進得到 - 最重要的售後服務有什麼問題 - 我們都可以幫忙去跟進一下 -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- 看得對的 - 不妨可以跟Agent查詢一下 - 找我們聯絡一下 - 看看有沒有一些筍判執 - 說回鋪市 - Aaron的鋪市 - 接下來你會覺得怎樣看呢 - 鋪市現在最主要是利息的 - 所以你說什麼北上消費 - 零售差 - 全部都是藉口 - 最重要是利息 - 最重要是那個息口 - 突然間 - 由這個低位 - 說到文銀行借錢 - 之前我們也是 - 實質上借的利率 - 是一兩厘 - 突然間變成七八厘 - 那當然影響得厲害 - 尤其是美國息口 - 真是開始下來 - 不需要開始下來 - 真是 - 不需要直接減 - 但多等幾個月的時候 - 看到即將會減 - 整個息口的環境 - 投資環境差很遠 - 其實是很同意 - 因為其實坦白說 - 去年基本上 - 二三年年頭通關 - 通關就是大家有個憧憬 - 所以那段時間 - 舖市都比較旺 - 但一到年中 - 四五六月 - 開始就剩下了些 - 大家都擔心的息率 - 那時就說 - 會不會加息加到六厘七厘 - 甚至再高些 - 但現在我想大家看 - 經濟分析也好 - 看新聞也好 - 到大家都預期 - 連儲局 - 美國是今年加息的了 - 減息 - 算是減息 - 算是第一季減息 - 還是第二季減息 - 還是第三季減息 - 但很明顯看到 - 上年十二月左右 - 開始講起 - 息口見頂 - 開始預期減息 - 其實舖市成家 - 活躍很多 - 我想 - 接下來這幾個月時間 - 都是 - 如果市場 - 一路 - 預期減息 - 減息 - 甚至真的好像我可以分析這樣說 - 第一季已經開始減息 - 我相信舖市有個幾明顯的反彈 - 而且現在很重要的就是 - 真是通了關 - 一年都不夠 - 上年這個時候 - 都未能飛 - 今年我們這些同事 - 已經飛了六七次了 - 飛了不知多少次了 - 變了 - 迫起來幾年間 - 大家迫著這個困獸鬥 - 突然間可以通關 - 當然是有北上消費 - 又可以去日本消費 - 歐洲消費 - 另外很重要的事情 - 現在看新聞很多時候都見到 - 之前 - 深圳也好 - 大灣區也好 - 就一籤多行來香港 - 疫前 - 疫情前 - 現在整天很多時候 - 一個星期可能只可以下來一次 - 一週一行 - 一週一行 - 一週一行 - 意思是很多人想下來都未來得到 - 是 - 我相信接下來會更加放下放下放下 - 還有有個投資疑問計劃 - 大家不要記得 - 這個可能對整個舖市 - 或者對整個基金香港股票市場 - 很大影響 - 所以有很多正面的事情可以來緊 - 是的 - 暫時看回去 - 應該都是 - 至少對舖市場的環境比較正面 - 多一點 - 所以 - 大家如果真的有興趣投資買舖 - 可能 - 未來幾個月 - 是一個很好入市的時間 - 包括我自己 - 天天早上跟Mark - 和整個團隊開會 - 我們不斷地說 - 趁現在就是市況差 - 才是一個撈底的好時機 - 找多些損貨 - 找多些損貨 - 包括我們在內的時候 - 現在我們在後面看著 - 這個沙基灣隊180號 - 地舖 - 一號舖 - 或者樓上的里加炸雞的時候 - 我們都是一樣 - 市況差 - 我們一樣都會走走的 - 這個價錢 - 算是有興趣的時候 - 就聯絡各大經紀朋友 - 或者我們公司同事們 - 是的 - 好吧 - 今天我們就做到 - 火魚輪轉 - 是 希望做回火魚輪轉 - 好吧 - 那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- 就隨時聯絡我們同事們 - 各大經紀朋友們 - 記住 - 在我們這個沙基灣隊180號的時候 - 放手放租 - 聯絡我們 - 好 - 謝謝 拜拜 4呎3吋 铺內附設3上100m 電 另設有來去水及洗手間 鋪位為處梢基灣道 比輪區內街市及西灣可港鐵站 距離港鐵西灣可站B出口只需2分鐘步程 惑業位置優越 人流暢旺 交通方便 梢基灣道為港島東主要街道之一 人流車流量極高 另外惑業附近為民生消費集中地 有多間食市 亦有藥房、便利店以及銀行 客員集中為當區居民消費熱點 西灣可及鮮基灣為新舊交融的繁華地區 各式商業大廈及住宅屋苑林立 而該段鮮基灣道更有眾多新樓盤落成 地區消費力強勁 鋪位延造客為著名先活市集連鎖店 租客實力雄厚 租金回報穩健 物業員叫價4,500萬 然以4,000萬放售 成為商鋪配套鎮租金實 保證鋪增駕實 即上BWFund.com找鋪或聯絡我們吧 既然開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